2013年3月4日深夜10点,江西南昌某大学的小芳下班自习后,拿着课本准备回宿舍。 春节刚过,校道上的学生呢,三三两两聚在一起,说着各自春节的趣事。 女生宿舍啊,距离教学楼比较远,越往宿舍走,人就越少。 正在想事情的小芳啊,忽然停下了脚步,她总觉得呀,有人在跟着自己,周围人多的时候啊,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。 现在啊,只剩她自己一个人了,小芳啊,终于察觉到了不对。 眼见宿舍就在前面,只要走向前面的拱桥,马上就能到了。 小芳赶紧握紧手中的课本,加快脚步往桥上跑,跑到最高点的时候,她猛的回头,身后呢,却没有任何人。 难道是自己学习太累,想多了? 小芳稍微放下了心,继续往宿舍走。 可是没走两步,她手中的刻板掉地,双手扒着突然出现在脖子上的大手,警惧发抖地瞪大了眼睛,摇尖顶着一个尖锐的东西。 不喜悍,我有刀子,你乖乖听话,我不会伤害你的。 小芳吓得不敢出声,生怕她会用刀捅自己。 男人见小芳安静,大手改成捂住她嘴,硬生生地把她拖到了拱桥下面的小树林里,实施了抢肩。 事后,男人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匪夷所思,让人汗毛倒树的话后,逃走了。 等这一切结束后,小芳浑身发抖地跑到了江西南昌市洪谷滩公安局报案。 究竟是谁如此的胆大,竟然在大学里对学生吓毒手? 小芳被吓得魂不服体,说话语绪颠三倒四。 女警安慰了好一阵子,才从她稍微平静的言语中提取到相关的信息。 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察员们立即赶往了学校,此时距离案发过去了一个小时左右,现场的证据应该还没有遭到破坏。 侦察员来到距离女生宿舍只有一百米的小树林里,戴好手套,穿好鞋套,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查。 由于小芳受到了巨大的惊吓,并没有认清案发的位置,只知道嫌疑人戴着口罩,拿了一把刀,和案发现场有条麻绳。 麻绳?难道是嫌疑人原本想要使用的作案工具? 侦察员来到了小树林前,以拱桥为中心,三分钟的步行距离为半径,向小树林展开了搜索。 三十分钟之后,侦察员在拱桥正南一百米的地方,发现了符合小芳说的麻绳,这一片的杂草全部浮倒,周围有明显踩踏的痕迹,这里肯定就是案发现场。 侦察员立刻将这里用警戒线围了起来,根据遗留的脚印,一路探查来到了小树林外面的水泥路上,这里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二百米。 这条水泥路通向哪里?嫌疑人在案发后又去了哪里?一名眼尖的侦察员发现,不远处有一个白色的东西,走近看发现是一张用过的卫生纸,这张纸离案发现场如此的近,会不会是嫌疑人用过丢弃的呢? 侦察员立即将所有搜集的证据送回了公安局做检测。 第二天,侦察员再去现场探查的时候,在拱桥上有了新的发现。 正值三月,小树林的树叶还未茂盛,站在拱桥上可以清晰的看见小树林里的动静。 离女生宿舍又近,只要小芳大声呼救,一定会被人发现的。 据小芳说,在被实施侵犯时,嫌疑人就将刀子收了起来,他试图挣扎,想扯掉嫌疑人的口罩,可是却被他再次的拔刀威胁。 侦察员们心中起了疑惑,这个嫌疑人究竟是谁呢? 为什么他在身份细节上如此的谨慎,却随意的选择了作案地点,还将证据遗留在了现场? 难道他和小芳认识吗?害怕被他认出来? 没多久,纸巾的检测报告出来了,上面确实沾有一名男人的体验,但是在警局的DNA库里并没有找到相似的DNA信息,而现场的麻绳则是学校植树工人遗留下来的,并没有任何嫌疑人的痕迹。 现在只剩下水泥路方向的线索了,他们真的可以依靠学校现有的监控找到嫌疑人吗? 侦察员来到了学校的监控室,按照小芳提供的路径,查看了四日晚上九点之后的监控。 监控显示,大约在十点左右,有一名戴着口罩,身高约1.65米的男人,鬼鬼祟祟的跟了小芳一段路。 但由于教学楼附近的学生较多,小芳并没有一开始就察觉,拱桥的那段路并没有监控。 侦察员通过实地的排查,推断嫌疑人在小芳回头的时候,藏在了拱桥下面的草地里,而等小芳走了之后,便迅速窜出来实施了犯罪。 那条水泥路,不远处就有一个监控探头,侦察员发现,跟着小芳的男人约在十点半左右走了出来,由此可以肯定他就是强奸案的嫌疑人。 嫌疑人出来之后,从学校的小门离开了,由于没有栽掉口罩,监控里并没有拍到他的脸。 侦察员把监控调查的时间扩大到深夜12点间,发现嫌疑人在学校吸灯之后仍旧没有回到学校,难道他是校外的人? 学校外有几个工地,每天人员的流动量都很大。 侦察员们分为几组,仔细地对周边的工地和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,重点查找身高在1米65左右的男人。 很快,旁边工地一名叫做工常妇的工人进入了侦察员的视线。 他呢,曾经因为侮辱调戏妇女受过派出所的治安处罚,在案发当日呢,他曾和工友出现在学校旁边的餐馆里,待到晚上9点呢,才离开。 还和其他的工友说呀,要去附近大学里找人还钱。 侦察员呢,挨个对当晚和工常妇一起吃饭的工友问话,发现呢,工常妇呢,确实到过小芳所在的学校。 但他呀,和工友们在9点半呢,就一起回到了宿舍。 难道他是等工友睡着之后又出去了吗? 按照工常妇的说法,侦察员呢,找到了他还钱的对象,学校里的某位职工。 职工回忆说呀,他来找我的时候呢,大概是9点多了。 我闻到他身上呀,有酒味,就让他快点回去休息了。 而工友和餐馆老板呢,也证明,那一天晚上呀,工常妇啊,喝得非常多。 一群人呢,醉醺醺醺的回到了宿舍,就倒下睡着了。 其中的一名工友还说呀,当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,他起夜,看到工常妇啊,在床上睡着呢。 按照学校职工和餐馆老板的说法,侦察员认为呀,工常妇不会是嫌疑人,小方呢,也没有闻到嫌疑人身上有酒味。 假设他在宿舍冲过澡,等酒味全都散开之后再去学校,作案的时间呢,便对不上了。 正当案件呢,陷入僵持的时候,小方再次来到了警局。 经过几天的瓶颈,他回想起当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。 他离开的时候,对我说了句,祝你全家吉祥。 祝你全家吉祥。 这句话乍听一下没什么问题,可在当时的情景下,就显得匪夷所思了。 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 这明显和大部分人的语言习惯不同。 正当侦察员开会讨论的时候, 女警带着两名女生敲开了会议室的门。 他们说出的话,让在场的侦察员们再次攥紧了拳头。 2013年3月12日,这两名女生略显冷静地坐在了办公室里。 其中一名叫做小易的女生,手紧紧地握着手背,声线颤抖地把几个小时前的经历说了出来。 小易今晚有晚自习,大约八点多的时候,起身去了趟厕所。 在门口呢,看到了一个抽烟的男生。 当时呢,小易以为是等女朋友的,便没有在意。 教学楼厕所的洗手台啊,没有镜子。 小易洗手的时候呢,被人从身后捂住了嘴,强硬地拖进了隔间,并把一把刀呢,抵在了喉咙上。 嫌疑人威胁他说呀,不许出声,不然呢,就弄死他。 侦察员紧皱着眉头,同样的犯罪手法,难道和侵犯小方的人是同一个人。 小易呢,面色坦白地说,中途啊,有个女生来过,我试图敲门板引起注意,可才砸了一下,就被她制止住,再次拿刀对准了她。 等到施暴结束之后,嫌疑人呢,拉着小易走出去时,对她说了一句话,问小易呢,考不考虑做自己的女朋友。 小易害怕之余,感到惊讶,担心自己说不愿意会激怒她,只能呢,让她留下了手机号码。 没想到啊,嫌疑人呢,真的说出了一个号码,还允许小易呢,用手机记录下来。 做完这一切后,嫌疑人又将小易关进了厕所的隔间,这才啊,匆忙地离开。 在厕所里的小易是惊魂未定,发消息呢,给好友求救,等人来了,她才松了一口气,抱着好友是大哭起来,然后呢,就来到了公安局报案。 女警一边安抚着小易激动的情绪,一边呢,做着案情记录。 对了,小易忽然抬头说道,她离开的时候,还和我说了一句话。 什么话?祝你全家吉祥。 又是一句祝你全家吉祥。 听到这儿,侦察员已经完全确定,这两起校园强奸案的嫌疑人就是同一个人。 这让侦察员们十分的愤怒,短短八天的时间,这个嫌疑人居然敢胆大妄为地, 在人来人往的教学楼里,将犯罪的魔爪伸向了第二位受害人。 侦察员们压力倍增,要是不能再将嫌疑人抓捕归案,会不会出现第三位受害人? 而校园内呢,人心惶惶,女生们呢,都不敢去上晚课了,生怕下一个受害的就会是自己。 学校呢,也加大了保安巡逻力度,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的站岗,保护师生的安全。 按照小义提供的电话号码,侦察员呢,追查了她的来源,发现呢,是西藏拉萨的号码,但是并没有开通使用。 那为什么嫌疑人会说出这个号码呢?这个号码和嫌疑人有什么关系呢? 侦察员们再次对小义进行了问询,问她有没有去过西藏拉萨,或者呢,是认识那里的什么人。 只见小义啊,皱起了眉头,眼神里呢,满是气愤,面对侦察员们的疑问,她说出了心中的怀疑对象,是学校的索某。 索某啊,曾经在西藏生活过一段时间,最重要的是啊,她大张旗鼓的追求过小义,时间呢,也长达几个月,哪怕在小义有了男朋友之后,她也依然追求不舍。 索某呢,经常会出现在小义的周围,有时呢,是上课的教室,有时啊,是图书馆,有时呢,是餐厅,视线呢,也都是紧紧的粘着小义。 直到小义实在忍受不下去了,当众把索某的玫瑰花扔掉,这场疯狂的求爱才算是平息下来。 难道是因爱生恨?可索某和小峰又有什么关系呢? 侦察员询问小峰,认不认识这个索某,小峰坚定的摇了摇头,不认识,也没有见过。 如果索某是因爱生恨的报复,那为什么要先对小峰下手呢?难道嫌疑人不止一个人? 想到这儿,侦察员呢,翻出了小峰案件的资料,他们在小树林里呢,还发现过三个烟头,可是检测报告显示啊,均是来自同一个人。 案件越发的扑朔迷离,侦察员决定啊,先把索某找到。 而根据索某的室友和同学的反馈,三月十二日晚自习索某并没有来,室友说啊,他要去网吧上网,让我呢,帮忙答道。 侦察员则问呢,他是什么时候去的? 室友想了一会儿道,大概是吃完晚饭吧,反正上晚自习之前就离开了宿舍了。 侦察员来到索某经常上网的网吧,调出了监控却发现,索某呢,是在九点十分才进的网吧,而小树的受害时间呢,是八点左右。 他完全啊,有充足的作案时间。 小树也觉得啊,那晚见到的抽烟男生就是索某,神才和声音呢,都有现象。 事不宜迟,侦察员立刻将索某带到了询问室里。 面对严肃的侦察员,索某无措地望着他们,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。 警官,我是做了什么事吗? 侦察员打开了本子,语气严厉地问道,三月十二日晚上你在哪儿? 索某愣了一下,回答道,我在网吧呀。 你是几点去的网吧? 大概七点多吧。 索某一头雾水地继续望向他们。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? 侦察员挑了挑眉,拿出索某进网吧的监控截图,加重语气再问了一遍。 索某明显慌了,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,好一会儿呢,才喊着说,自己真的去了网吧,没有去别的地方, 只是路上停住脚步和他妈妈通了通电话,才导致进网吧的时间往后了。 侦察员呢,调出了索某的通话记录,发现案发的时候啊,他确实在打电话。 索某的嫌疑排除了,可嫌疑人到底藏在哪里呢? 案件再次进入了平静期,侦察员将所有的线索重新整合发现, 嫌疑人呢,十分清楚学校的构造和学生的作息时间, 又有西藏拉萨的号码,那会不会是西藏地区来的人呢? 侦察员呢,将范围缩小,针对每一位外来务工人员和学校内的外省学生做了大量的信息排查, 并没有可疑的人出现,难道是他们遗漏了什么? 想到那三根烟头,侦察员呢,把目光放到了学校外面卖烟的店铺, 和学校内外道路上调取了大量的监控做排查, 尤其是量起案件发生的前后一天,试图想找出点新线索来, 功夫不负有信任,经过几天的排查之后, 有一名二十多岁卷发的男人进入了侦察员的视野, 他和嫌疑人差不多一样高,走路时动作比较大, 和侦察员在小方案件中所看到的嫌疑人背影相似度很高, 而遗憾的是啊,店里的监控呢,只拍到了这名男人的侧脸, 侦察员将这个侧脸画面截图,做了清晰化的处理, 从男人身体特征来看啊,他很可能是学校内的学生, 侦察员把照片拿去学校,让每个班的班导来辨认, 侦察员注意到,有一名班导看到照片后露出了犹豫的表现, 立刻询问是否认识,班导犹豫再三说道, 这个人呢很像班上的扎某,侦察员和学校商量之后, 决定呢弄一个座谈会,让小方和小义呢在窗外偷偷的辨认, 而为了不引起扎某的警惕,学校呢多喊了些人一起参加, 轮到扎某进去和侦察员谈话的时候啊, 小方和小义仔细辨认着,太普通了, 那晚的人给我感觉很凶狠,他看着不像, 小义呢却在扎某开口的时候紧簇眉头的说, 他的声音很像,想到小义呢曾经和嫌疑人有过减短的正常沟通, 侦察员呢把扎某带进了问询室, 没想到扎某坐下之后,一改镇定了本色, 侦察员还没开口,他就已经气不成声的趴在桌子上哭了, 坐在桌前的两名侦察员互看了一眼, 心中有了80%的把握, 这个扎某估计就是这两起校园强奸案的嫌疑人, 果不其然,扎某哭完之后老实的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, 他表示自己经常躲在宿舍里浏览黄色网站, 3月4日傍晚他看完之后受到了刺激, 想要找个人发泄一下, 扎某呢蹲在了女生宿舍前的小树林里寻找目标, 等待晚自习后下手, 他看到小芳呢是自己一个人走的便起了歹心, 等完事之后就去了校外的房子住, 后来的几天内扎某见警察没有找上门, 胆子就更大了, 而见到小易之后他看见没人来, 于是快速进入了女厕所实施了犯罪, 至于那个号码呢是他在家乡看中的手机号码, 但是并没有买来用, 按照我国法律, 强奸罪至少要判三到十年徒刑, 强奸多人还会加重处罚, 扎某的未来将在监狱里的铁窗里渡过, 时代呢在飞速的发展, 但人们的思想啊并没有前进, 每当发生有女性遭到强奸骚扰等问题的时候啊, 总会有人指责是女性的容貌穿着言语行为等问题, 才造成了这些悲剧的发生, 我们教女孩子呀不要穿暴露的衣服, 不要在深夜出门, 不要去酒吧KTV等地方, 却没有人教男孩子不要对女孩子动手, 当我们无法阻止伤害的发生时呢, 要以保护自身生命为前提, 不要去激怒犯罪人, 保留证据去报警, 将犯罪人绳之以法。 2002年9月20日清晨五点多, 扬州小记镇某村村民急匆匆地敲开了村民主任家的家门, 他的脸上一阵煞败, 不得了我在水渠里看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, 没穿衣服头也被人砍掉了, 原来啊, 当天凌晨, 该村民像往常一样, 来到稻田的水区旁捞鱼, 他哪里想到啊, 鱼儿还没有看到, 竟然先看到了一具无头裸体女士, 他吓得一身的冷汗, 赶紧离开了现场, 并找到了村干部, 说明了情况。 村民主任呢, 听完讲述, 当即拨打了110, 街道报警, 扬州, 江都, 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家组, 民警呢, 第一时间赶赴了案发现场勘查, 死者全身裸体, 尸体头部缺失, 从断头处判断啊, 死者头颅应该是菜刀一类的工具砍掉的, 在死者的腕关节, 怀关节, 还有勒痕, 推测呢, 是绳带捆绑所致, 据此啊, 民警初步推测, 凶手在死者窒息死亡之后, 持菜刀之类的工具, 砍断其头部, 再用绳带捆绑后, 运制了该村境内抛尸, 死者是谁? 明确了死者的身份, 就能通过其社会关系, 人际交往, 找出可疑人员, 警方啊, 立即组织民警在周边地区走访调查, 同时呢, 对当地的失踪人员逐一排查, 四五天之后, 警方接到了一则报警, 一名攒住扬州市区的男子称, 自己的妻子几天前外出购买手机, 此后呢, 便一直没有回家, 也联系不上了, 民警啊, 赶紧带男子认识, 确定死者正是男子的妻子蔡某, 蔡某一征人, 十年二十五岁, 长期和老公啊, 租住在扬州城东某地, 带一家美容院工作, 进一步调查后啊, 民警了解到, 有一名男子李某疑似与蔡某关系暧昧, 但审查之后啊, 发现李某并非是凶手, 此外呢, 民警也针对蔡某的老公进行了调查, 也排除了他的嫌疑, 那么谁是杀人凶手, 又为什么要杀蔡某呢? 线索了了, 案件呢, 陷入了僵局, 此时呢, 民警突然想到, 蔡某老公说过, 蔡某此前曾说出门是为了买手机, 那是不是在买手机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, 引发了这起凶杀案呢? 顺着这条线啊, 民警梳理蔡某攒住地附近区域的手机卖场, 排查可疑人员, 经过摸牌梳理走访调查, 民警发现了数百个可疑人员, 这些可疑人员啊, 要么是在案发阶段曾经关顾了手机卖场, 要么呢, 就是在案发后不久, 搬离了距离蔡某攒住地或手机卖场不远的住所, 此后啊, 民警针对这些人员一一进行了追查, 一年又一年, 民警们天南地北四处奔波, 一名又一名的可疑人员呢, 被洗去了嫌疑, 真相呢, 似乎正慢慢地浮出水面, 但摆在民警面前的难题是啊, 始终有部分可疑人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联系上, 也没有办法进行追查, 民警几乎可以判定, 这些人里面一定就有真凶, 陈某呢, 就是可疑人员中嫌疑较大的那个, 陈某当时的攒住地啊, 距离一家手机卖场, 以及蔡某的攒住地都不远, 并且在案发后的半年内, 陈某搬离了住所, 案发前夕啊, 陈某曾在手机卖场出现过, 而最可疑的是, 此后十多年, 陈某销声匿迹, 杳无音讯, 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, 而寻找陈某的工作呀, 一直没有间断, 2020年4月初, 云南呢传来消息, 陈某就在昆明, 江都警方随即组织了精兵强将, 由队长率领赶赴昆明, 在昆明啊,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, 陈某在当地呢承包了两处工程, 警方兵分两路, 分别驻守两处工地, 你是陈某吗? 请配合我们调查, 4月16日上午, 在一处工地门口, 民警拦住了陈某, 你们是法院的吗? 陈某起初很淡定, 因为欠款十多万元, 他被法院列为老赖, 他以为民警呢, 是法院的执行干警, 听口音, 你们是扬州的? 陈某很快慌了, 身体渐渐颤抖起来, 额头上也冒出了冷汗, 被抓后, 现年56岁的陈某, 很快便交代了, 18年前那起血案的来龙去脉, 据交代呀, 2002年9月19日上午9点多, 10年38岁的陈某, 来到扬州某手机店买手机, 遇到了呢, 同样来买手机的蔡某, 蔡某的手机啊, 刚刚实现, 加上经济条件一般, 只打算购买一部两三百元的二手机, 陈某看到后呢, 便搭讪, 怎么不买部好手机啊, 蔡某表示, 自己没有钱买好手机, 陈某呢, 则提出建议, 你赔我一次, 我给你三五百元, 这样呢, 你就能买个不错的手机了, 两人呢, 在手机店达成了协议, 随后呢, 蔡某跟随陈某来到了陈某的住处, 两人发生了关系, 事后啊, 陈某给了蔡某四百元, 而蔡某呢, 则嫌钱少, 向陈某索要一万元, 否则呢, 就报警, 说陈某强奸, 两人当即啊, 发生了争执, 陈某死死掐住了蔡某的脖子, 直至其宴起,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, 陈某呢, 以外出的名义, 向朋友又借了一辆车, 用于抛尸, 他将蔡某的手脚用绳子捆好, 拖进了后备箱, 带着一把菜刀开车外出, 陈某开车呢, 由西向东, 他原打算在万福闸附近抛尸, 而来到万福闸之后啊, 发现车流较多, 不方便抛尸, 随后啊, 他一路向东, 来到了仪陵场, 看到河里呢, 停了船舶, 也不适合抛尸, 于是啊, 蔡某又更换了抛尸地点, 五间与小记交界的一处小河, 然而抵到小记时啊, 天已经蒙蒙亮了, 他想着呀, 再不抛就不行了, 于是呢, 就找了个水渠抛尸, 陈某交代啊, 抛尸之后, 他用菜刀呢, 砍下了蔡某的头颅, 放进了车辆的后备箱, 而后呢, 迅速开车, 离开了现场, 随后, 陈某驾车来到了扬州港附近的江边, 将蔡某的头颅, 菜刀, 自己的衣服, 以及蔡某的随身物品, 全部扔掉, 我躲了18年, 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了, 陈某对民警说道, 我们查了你18年, 有人退休了, 有人掉岗了, 但没变的是有按必迫的信念和决心, 你逃不掉的, 是的, 正如民警所说, 你逃不掉的, 天网灰灰, 疏而不漏, 藏天是有眼的。